那如果一直都沒有辦法達成一個適當的 社交距離的時候 那我們也會考慮停止 另外還想問一下說我們是否會訂定類似 夜市超市攤販的時候 逛攤販的時候需要去戴口罩類似這樣的指引 以上謝謝 我們在今天 晚上會再找經濟部還有交往部 觀光局跟相關的機關 就未來在夜市傳統市場還有旅遊景點等等 然後我們會大家一起來做一個討論 基本上大概兩個嘛 一個是總量 那你講過說進出裡面要維持一定的量 那第二縱使進到一定的量 如果裡面還沒有辦法維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我們也會以勸導 那如果一直都沒有辦法達成一個適當的社交距離 我們也會考慮停止